感应天师德 还有我们敬爱的高老前人的大德 我们尊敬的谢前人 还有各位典传师的慈悲 特别是要感谢今天你们在座的每一位 因为有你们的参与 后学才能来到台湾 跟大家共同的学习和分享我的人生 我想很多人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 可是我却一个晚上没有合眼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到我人生的代 其实我很不愿意回想我的过去 甚至很想把过去 从我生命的记忆里 永远给它cancer掉 因为我的过去对我来讲 更多的是一种伤痛和羞愧 吃喝赌不笑样样都来 用坏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可是今天我求道了 我学道了 我转念又想 如果没有过去的那个张红 哪有今天站在这里重生的张红 如果没有过去的那个我 哪能显出道的力量 道的尊贵 让后学生命的改变 所以今天 我还是很勇敢的站在这里 为一贯道的苏圣 做最好的见证 请问我的勇敢 鼓歌掌 谢谢你们的掌声 好 我的人生故事 在哪里对的 你看 我的人生故事 就从我出生的年代开始讲起 我是出生在北京 1962年出生 那个年代 刚好是中国有史以来的 三年的自然灾害 闹了很多的饥荒 饿死了很多人 但是我庆幸的是 我的父母 因为是一个国家的干部 在出生在北京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也是靠着 仅有的一点 每家发的粮票 来维持生活 如果你这个月 发的粮票吃完了 你就要挨饿了 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 父母 用仅有的米汤 把我喂大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的父母从小 非常的疼爱我 到了我四五岁的时候 一场中国 一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 我的父母被迫 我的爸爸妈妈被迫 要下放到农村 劳动改造 各位前嫌 四五岁的孩子 正需要父母疼爱的时候 可是我的爸爸妈妈 却要被迫的离开我 把我寄给了外婆 那个时候 我每一次 我六岁读书的时候 我每一次看到 我的同学的 都有父母 来陪伴 或者送的上学 下学街 我心里就想 我宁愿我的妈妈 爸爸是个工人 我都不愿意 他们是一个干部 为了国家 为了这样子 离开 离开我 最需要的 他们离开我 所以我心里 一直存着一种不解 直到我长大了 我才知道说 这是一个时代的因缘 一直到我 一直到我上了 初中的时候 我的外婆过世了 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妈妈才回到我的身边 我的爸爸呢 那个时候 掉到邯郸市 做了大官 就是这样 但是等妈妈 回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已经大了 我觉得我已经 不需要你了 那个时候 我非常的叛逆 我的妈妈 为了补赏 或许是为了补赏 对我的欠缺的 对我童年的欠缺 所以她就 把国家 国家 国家的这个 大机关的工作 辞掉 她到了一个 离我家 大概十分钟 就能走到我家的一个商店 当售货员 只是为了煮三餐 为了能够中午照顾我 回来 跑回来 给我煮完饭 再回去 可是我不能 可是我不能体会 妈妈的这份心 一直到了 83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 一下子改革开放了 邓小平 我们这次有大陆来的 改革开放的时候 外边的世界 一下子进来 花花绿绿 我一下子 原来我们 那个时候 我们都是一身蓝 一身绿穿的 原来外边的世界 这么漂亮 这么精彩 刚好 我一个偶然的机会 被模特 被模特 模特的公司 选上了 又忘记 你看 这是我做模特的时候 学到前 好 那个时候做模特 做平面模特 那就是美的事业 要化妆 要穿得美美的 对于我的妈妈来讲 对于我的妈妈 她是一个 非常朴素 的一个 受过良好教育的 一个妇女 她怎么能让 她的女儿 做这个行业 那是不可能的 结果我跟妈妈 发生了 为此发生了 很大的争执 我的表现 是说 妈妈每天 因为妈妈 每个妈妈 都疼爱我们儿女 每天跟在我后边 就不让我 到这里去拍 去拍这些平面模特 去做这些广告 不让 我就在后边 那个时候 我非常看不起 我妈妈 我其实我的心里 真的存着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她太土了 跟我 她怎么 她怎么能是 我的妈妈 她穿的那种 还是就是 非常朴素的 一个妈妈 我是这么 时尚的一个人 所以我在 因为我的朋友 都是美的 都是非常美的 一个朋友 我在她们面前 我不敢承认 她是我妈妈 我就说 你不要老跟 所以我就很叛逆 每天 她越让我 她越盯 我早回来 我就偏要晚回来 回到很晚 她一看到我回来 她房间的灯 才能关上 我就这样 让她操碎了心 结果最后一次 跟妈妈的一个 彻底的绝对 是我的这个 那时候我也放弃学业了 也不学了 就做了这个工作 那我摩托儿公司的工作 要去深圳 因为我们那时候 沿海城市 深圳是第一个 开放的城市 要选景 要选美景 这个时候我想 哎呀 我终于要离开 这个妈妈的 这个手掌了 我突然 结果再走的 再要临走 我整理行李的那天 我跟妈妈 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 其实我是 后来是离家出走 为什么 妈妈说 你今天做的行业 我已经不管你了 我已经随你了 可是你还要离开北京 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打死都不叫你去 她说 她说 如果你去 你从此就不要再回这个家 其实我知道 妈妈是气化 那个时候 可是呢 你知道吗 哎呀 我就高兴的来这了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 我就故意气她 拍着手说 哎呀 这是你不叫我回这个家的 这是你说的 我就是 我真的不会回来了 妈妈 妈妈那个时候 没有讲话 我看着她眼里 含着一点 泪水 因为我妈妈也是很坚强的人 就夺门 转门而 就是回到她的房间 没有在我面前掉眼泪 我就高兴的 那天晚上都没有睡 打好行李 第二天 拿着行李 要走 因为我们公司的 这些摩托的车来接我们 当我上了车 我回头要看 要看我 我要告别 这个跟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这个家 因为我们是那个两百多人的一个那个商医部宿舍 我回头在车上要告诉你 我终于要离开你了 我突然回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北京的冬天 非常非常的寒冷 一个身影 他顾不得穿上棉袄 顾不得穿上棉袄 抬着棉袄 小跑着追赶着我们这个车 那个寒风吹着她的头发 其实我看到了那个是我的妈妈 我那个时候还怕我的同事看到说 哎呦这个是你妈 我心里真的觉得没有面子 我就叫那个司机快点开 快点开 怕妈妈追上 我走不了了 车还是开走了 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是我妈妈 她追不到这个车的时候 蹲在地上 在抽气的 那个场景 但是我还是很狠心决意的 就这样走了 离开了北京 其实各位前嫌 我以为我以后的生活会很好 我以为我会自由了 可是你们知道 如果一个不孝的孩子 妈妈是爸爸是天 妈妈是地 如果你不能孝敬天地 连一个辛苦抚养你了 这么多年的妈妈 你都不能孝敬的孩子 你说他以后到社会上 他的命运有多好 他的事业能有多成功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结果 我到了深圳 开始了我的 这个 所谓美的事业 我的虚荣心开始膨胀 后来在深圳 我又认识了我的男朋友 我男朋友的家非常有钱 我从此就过上了少奶奶的生活 过上了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我追求名牌 我一件衣服几万块 我一条皮带几万 这些名牌 二十几岁 在闹历史 我那个时候觉得 我的人生是多么的辉煌 我看不起 没有钱的人 我的生活每天就是 早上起来打扮的飘飘亮亮 司机送去 完了下午跟朋友喝下午茶 其实人啊 到了这个时候 上帝说 他要灭亡你之前 要先让你膨胀 所以当我在这样的一个因缘下 我结交了不好的朋友 我的朋友就开始 有一个朋友 他新加坡来的 就开始带我进去了赌场 那个时候我们赌 我开始染上了赌 你们知道吗 这个赌是什么 赌的最最多的 最大最后的不归路是什么 知道吗 有没有人试过小赌 那看来还是我 那个时候我们去新加坡 那个豪华的赌船上 我可以两天养夜 为了这个赌不睡 不睡觉啊 不睡觉 也没有星期间睡觉 完了呢 你一上这个船 至少五千块新币的筹码就要买 完了这个赌的人呢 就是输了 你想给他翻回来 对不对 赢了 你更贪心 更想赢的更多 可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对 十赌九输 输到最后 实际上你表面上 看的是钱 输的是钱 可是那时候是输掉了你的心 甚至输掉了你的人生 当我把所有的钱 带的现金 所有钱输掉的时候 我把我的 捞历史 仲介 全部荡掉 再继续赌 赌得昏了 最后还是输掉 那个时候我脑子 我在想 我回去再拿钱 回去在深圳再拿钱 再来 再来翻本 就在这个时候 我很幸的晕倒 我在泰国 我在新加坡到泰国 是为了转机 我的朋友说 你都带泰国来散散心吧 你的运气这么不好 好 这个时候 我到了泰国 很巧的是 我遇到了我的银保师 但我求了道 求完道以后 要参加像你们这样的三天法会 对不对 就这三天的法会 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后学记得 我们那时候是去马来西亚 东马参加这个 那个动画班 三天法会 燕林经理也有在 那是我第一次 参加过集体生活 因为过关了 这个舒适的生活 结果到了那个 那个 这个法会的时候的 第三天 我记得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老前人还住室 他带着三才 带着三才来 我们到场有天地 人三才 那么天才是 他跟外边的庙 庙里的鸡同不同 他从小是胎里素 那是一直随老前人在培养的 结果你看我们在红旗下呀 长大的这个人 在大成性长 怎么可能相信 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 是 无神论者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天大地大 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 不如毛育习亲 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受的教育 所以你说让我先相信 有先佛的存在 有这些世间 有 我们根本不可能让我们相信 结果第三天 开法会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 后学记得 后学是坐这个位置 马来西亚 那有一个前道是坐后边 这位前道 是他是庙里的那个鸡同 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一般看不到的 所以他说他 他后来开完班以后 班结束他跟我们分享 他看到 激公老师 那个时候 我们马来西亚的佛堂 有一副老师的圣像 他看到老师从那个像 从圣像里 飞着出来 那我们天才就坐在 燕灵经理那个位置 后边 咻 飞出来 飞到了那个天才的那个身上 一下就起来 天才就开始 讲话了 他说他笑的 吓到啊 当时他尿裤子了 为什么 他真的 他说他尿裤子 不敢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平时做了太多的坏事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真的会吓到 他也不敢换 结果那时候 先佛灵坛 老师灵坛 刚好真的第一个就教导他 他这个家庭 老师就开始慈悲搬员 每一个班员哈 慈悲下来都痛哭流涕 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 我说这是神经病 这一帮神经病怎么到这来了 就一个小女孩讲几句 然后就被你们就哭成这样 我心里想 你们今天都带着名牌 对吗 每个人有没有名牌 我就把我的名牌 摘下来 你是先佛 我心里想 我心里想 你是先佛 你是先佛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这个念刚一落 你知道吗 老师用一个洪亮的声音 张宏 谁谁谁在叫我 后来我记得是燕林经理吗 张宏快点 老师老师在慈悲你 我心里在想 先佛 我心里还很不在意的 就走到了这个 就到了先佛 那个面前 然后燕林经理就带着我们 先给先佛叩首 结果老师 看着我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 他说张宏啊 你有多久 没有回家看看你的父母了 在这一辈子 谁对我们的恩情最重 谁抚养我们一辈最辛苦 我一下子当时愣住了 看着老师 因为我离家出走的这一段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我一下子臣服在老师 我相信这是幸福 老师继续说 不要让你的妈妈 在哭红的眼 不要让你的爸爸 为你伤透了心 我跪在老师的面前 老师继续开始慈悲我 我只记得 我只记得老师说 张宏啊 你来到这世间 不是来享受的 他说如果你一味的享受 你的人生的路会越走越窄 你要像这佛灯一样 燃烧自己 去照亮别人 你要学会牺牲 奉献 付出 你要把你生命中的不可能 化为可能 老师的每一句慈悲 像振振的刺痛的我的心 我扣谢了老师 三天法会结束了 我第一件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买一张机票 回去看我的父母 没有再回去 想拿钱了 再回来赌 那个已经没有 当我回 回家的这个路上 我想了很多 各位前嫌 你们的妈妈可能只给过你们一次生命 而我的妈妈给过我两次生命 在我19岁的那一年 我无意境的情况下 我得了急性 黄胆性肝炎 那个时候北京的医疗非常的差 我的身上已经开始掉黄面了 昏迷 已经昏迷 在家里已经昏迷了 是因为妈妈要做中午饭 回来发现我 昏倒在这个家里边 我们家住四楼 住四楼 那个时候的生活环境 没有电梯 我的妈妈叫姐姐 叫我的姐姐赶快去单位 叫最好的车 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没有计程车 什么都没有 几十年前 没有这样的设备 妈妈背着我 用她很深的背着我 也不知道她哪来的力气 从四楼把我背下来 上了车 妈妈 我都记得妈妈说 给她找最好的医院 给她找最好的医院 结果我到了中国的 北京的陆军总院 当我进行的时候 我只听到医生 对我妈妈说的一句话 你的女儿在晚来五分钟 没有命了 就这一场病 我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我的爸爸那时候还在邯郸 只是我妈妈抚养我和姐姐 想到这些 我心里 一直没有办法释怀 当我回到家 第一眼看到我的父母的时候 我真的惊呆了 我妈妈原来是 我走 我其实离家出走 大概四年 走的时候 妈妈还满头黑发 当我再看到妈妈的时候 妈妈真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她还组着一个拐杖 腿上还包着纱布 我不知道为什么 爸爸因为我的离家出走 妈妈特地从 从把她调回北京 陪伴着 陪伴着我的妈妈 结果 她裹着纱布 她还不让我姐姐告诉我 后来姐姐才告诉我说 妈妈知道你要回来 兴奋的 就是高兴的 不能够形容 她知道我有洁癖 我这个人很爱干净的人 她为了 整理我的房间 为了够这个窗帘啊 够这个窗帘 从椅子上摔下来 把腿摔骨折 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 我忍不住的 拉着妈妈 拉着爸爸的手 坐在沙发上 我扑通 一下跪下来 我给他们忏悔 妈妈 我错了 我的妈妈看到我这样的举动 我姐姐看到我这样的举动 也跟着跪下来 我从来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爸爸流眼泪 因为爸爸从小是军人 练就了一身 非常的 非常的 刚强的个性 当我坐下 当我坐下这样的举动的时候 爸爸也哭了 我们全家抱在一起 妈妈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一直都在刀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后来 爸爸才问起我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 我才把我求到 参加三天的法会 跟我的父母讲了 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非常难的决定 我要是留在中国 继续过我这么享受的生活 还是要去泰国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没有修到的姻缘 只有泰国 有非常很好的修到的环境 跟我的妈妈商量 我的妈妈第一次 你们还记得 她不让我走的情形 这一次 陪了她 因为她决定说 你去吧 因为 我看到你的改变 我就知道这个道 是非常好的 你去 你去 我们有姐姐照顾 就这样 我又离开了父母 到了泰国 开始修道的 开始修道的生活 我到了泰国 第一件事 回到她 第一件做的事 我就安了一间佛堂 我记得安佛堂的那一天晚上 所有的该办到都办到都走了 我跪在佛前 我发的第一个愿就是 我跟老师讲 我说老师 我和妈妈爸爸的姻缘 或许我不能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 但是我愿意另一种方式 用大笑的方式 来报答我对父母的恩情 从今天开始 我愿意把我 如果我在佛堂所做的一切 如果有功德的话 我都愿意回想给我的父母 或许上天真的听到了我的心愿 我就这样开始了愿 在道场 就在几年前 我现在是在学校工作 当老师 几年前 我们学校的一个校长 刚好 因为你知道泰国有很多通灵的 他们那种通灵 就是那个通灵 泰国人很喜欢这个 那我们学校的校长 认识一个泰国很有名的一个通灵的 认识一个很有名的 那天刚好来到我们学校 刚好来到我们学校 他就说张宏你看看 看看吧给他 他真的说的很准 我还跟他说不看了 因为我就修到了修到了 只要能好好的做 改变我们的心 命运就会改变 我不想看了 来看看吧 今天来了就看看 我在想说 看看吧 今天他通灵的 我们就就看看 因为我们到场 不提倡算命 因为算命的东西 你算了又怎么样 你知道了 但你没有办法去改变 对吗 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命运 可是我就在 给校长一个面子吧 结果这个通灵的 看到我 他是神通 他是神上他的身 可能借他 他看到我 他这个通灵很奇怪 他是在你的手上啊 开始画 他画到 他不是画画的啊 他说 他就开始在你手上画到什么 他就开始讲你的命运 结果他上来先开始画一条 把我的人生的传 把我的人生 我的父母讲了 哎呦我就震住了 哎是是有点准呢 后来开始 画 济公老师也画出来 观世音菩萨也画出来 啊 这个老祖师也画出来 他说哎呀 你拜的 你们这个都是大神啊 他们泰国人 都是大神啊 怎么 我从这一点印证到他 后来拜的都是大神啊 他画出来的时候 他画的那个济公老师还拿着扇子 观世音符 坐在那个灵花台上 他说哎呀 把我家里的佛堂都画出来 讲得非常的准 开始我就 哎我就开始有兴趣听进去了 结果他讲了一件 我听是 我我尽心了 他说 要记住 今年 你的家里 必有丧事 丧事 因为有的时候 这种东西是天机 他不可能完全的跟你说 透露是谁 是你的爸爸 或者是你的妈妈 他就让我有心理准备 哎呀 我在我那个时候心里 马上就知道说 可能是 我的妈妈 因为妈妈那个是 面里面刚好79岁 四年前 就是四年前的事 79岁 那我就每天 那个时候每天 我心里有这个事 担心 我就每天给妈妈打电话 有一天 突然 我打去家里电话 没有人听 我知道 糟糕了 因为每一次都是妈妈听电话 再打去姐姐的手机 妈妈已经急送到医院 心脏病突发 医生跟姐姐说 你们做好准备 因为他已经年龄大了 我们不能再 动手术 可能就是已经 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 就看他的 看造化 你们要做好准备了 我的姐姐就哭着跟我讲 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 这个事情 我当下想 如果我买一张机票回去 我不是医生 我救不了我的妈妈 我当下在佛堂 我在我的家里的佛堂 点上佛灯烧大把香 我跪在佛前 跟老师讲 我说老师 或许 我跟妈妈 这是我对 我跟妈妈 一个最后一次 跟她在世间 给她做功德的机会 如果我的妈妈 我不求给妈妈 严寿 如果我的妈妈 医院到了 你就带她好好的走 后来我也有度 妈妈求到 妈妈有求了到 你就带她好好的走 我要 我要发愿 我要度五个人 我才师多少 那个时候 我们刚好建那个 大佛堂 我们扩建佛堂 洪太 我要发愿给弥勒山 多少才是最后 我发愿 我这一辈子 要用清修 用清修的功德 回想给我的妈妈 我想或许 老师听到了 当我 你们知道在泰国 度人非常的难 我的泰语又不好 那这个 该度的我都度了 我不可能 度到五个人 可是我那个时候 我又 我又发这个愿 我要去做嘛 我第二天就开始找 我就想啊想 我到底去哪里度人 去度人呢 结果突然 刚好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 那个 我的一个朋友 他是开辽宁饺子馆的 他介绍一家 一家那个家教的学生 家教学生 刚好那天介绍给我 第一天跟人家 要家教 就跟人家讲这个道 要度人求道 因为他们是讲国语的 我都不好意思 可是我那天 我鼓着勇气 我就说 哎 你们跟我 我们有一个道 很好 你们跟我去佛堂 我们就要求道 只是我真的 很奇怪 他连二话都没说 这个妈妈 我也不熟 好 我带着我全家去 刚好他们全家 家人还是五个人 那天晚上 就求了道 求道的当下 我就让点传师 稍表文 回向 回向给我的妈妈 我该才师多少 我发的便 我就开始做 说真的奇怪 姐姐打来了电话 第三天 姐姐打来了电话 她说 张宏 你不用回来了 妈妈已从家库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 一个星期以后 我的妈妈出院了 谢谢你们的鼓励 到了今年 到了今年 我的妈妈已经83岁了 83岁了 各位前贤 那是一个死节 她过了 我知道 那不是妈妈的命 有多好 有多硬 我知道 那是天师德 那是或许一份孝心 让妈妈 才多以得救 所以 我妈妈现在身体很好 我让妈妈说 你一定要记住三宝 一定要记住三宝 所以今天我们的三宝 非常重要 各位前贤 孩子一长大 我们不愿意 让妈妈再牵着我们的手 但是以后 我们要牵着妈妈的手 陪他们 度过每一个 春夏秋冬 好吗 好 接下来 跟妈妈这一场释怀的时候 我开始了 走入了道场 走入修道的行列 十几年前 我们在泰国修道 去半道 我们都要到很远的地方 到那个 要坐车十几个小时的 北部的山上 去半道 去布施 去救济他们 对于我这个城市里长大的孩子 我从来没有去过农村 所以我特别的渴望 那个时候去 我也没有去过 第一次 我记得那时候 是我的 现在已经成道的苏典船师 他说小姐小姐 你要不要跟我们去 去那个北部的山上去半道 因为老师慈悲 我是要从吃苦耐劳开始 我在想农村应该也不会很苦 因为我想象的农村是什么 绿绿的山 马儿在吃草 羊儿在唱歌 我想象的农村是那样的 结果呢 这个我就一口答应了 结果我到了 我去的 我去十几个小时 我的脚都肿了 坐着那个车 到了那上面 一看 秃秃的山 也没有马 也没有羊 只有几只野狗在哇哇叫 哎呀哈 我的心 完了 你知道吗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稻青的房子 是用铁板 那个就是盯成的 那个夏天 那个蚊子 我们进去 蚊子咬到 我这一生 真的最怕蚊子 结果 当我一看这样的状况 我傻掉了 我有 他们喝的水 你知道吗 都是雨水 接下来的 如果你用肉眼去看哈 他们上面也飘了一层的那种小虫子 我三天没有敢喝水 晚上就把那个地铺睡在他们那边 我就把拿那个毛巾 自己戴的毛巾 再热为捂上脸 因为我生怕我这张脸被蚊子叮了 叮得宠得包 不行 哇 熬了几天 我终于 我们终于回来了 因为一个月去一次 下一个月的时候 再去的时候 我就跟经理说了 经理 经理又叫我了 说 哎 张脸我们要去半道了 又叫 经理经理 我 我这次不能去了 因为我香港的朋友来了 我要接待他们 我要招待 我真的不能去了 好 这个时候我要回来讲一段 我跟我外婆的姻缘 因为后来妈妈去农村了 我不是交给我外婆吗 我的外婆把我带大 我的外婆一生中 命很苦 她18岁嫁给我外公 在我的记忆里边 她那张脸从来没有笑过 为什么 因为外婆 外公又娶了小太太 抛弃了她 不要她了 她为我外公生了三个孩子 我妈妈是最小的女儿 后来长大了 我才知道 妈妈才告诉我说 外婆这一生中 两次自杀 第一次 她用剪刀 穿破自己的 这个从这里穿过去 没有死成 第二次 因为外公 跟那个小老婆 一起去生活 都不来看她 她想不开 喝那个农药 滴滴味 还是没有死成 第二次 后来妈妈因为有了我们 她为了带我们大 就这样一直很辛苦 她那张脸就是一个苦字 真的我从来没有看她笑过 结果在我九岁的那一年 她为了给我煮一顿饭 煮中午饭 我还记得上面有玉米和地瓜 因为是冬天 那个时候的北京 哪里有什么煤气 没有 我们都烧那个煤球炉 叫煤球炉 她为了把这个煤球炉 从房间里端到外边 她穿的皮袄 沾到火 燃烧起来 烧伤百分之九十六 被送进医院 当时我的舅妈 待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外婆 她还没有走 那个时候 声音的声音 全部用布盖着 只有这一张脸 黑了 已经完全都黑 跟我们烧烤动物 在吃那个动物的肉 没有两样 我告诉大家 所以我从来不 我就算没有亲口钱 我都没有 我都不吃那种烧烤的 我每一次 看到那些烧烤的 我就想起了外婆 这一幕 在我的生命记忆里 永远没有办法忘掉 我看到外婆的那一件 外婆用最后的力气 问我 小红红 吃饭了吗 因为她还给我做了一锅饭 就为了给我煮这顿饭 她被火 当天晚上 她就走了 当天晚上 她就走了 在我的内心里 一直有一个对外婆的亏欠 一直有 可是那是 那个时候小 不懂得怎么去释怀 直到我求了道 我要亲口的那一天 我问典传世 我说 你们有看到师尊训语吗 上面 我说这是谁写的 因为我求道的第二天就亲口了 所以呢 我也 我还不懂什么道理什么的 我就问 我就说 那这是谁写的 让九旋七祖一起沾光 我们师尊训语里边 我说那如果 我亲口吃素 我回想给我的外婆 我外婆 能收到吗 当时我的典传师说 哎呀 你这份孝心就好了 你就这么做吧 其实我也没有在意说 我也不懂 能不能 她能 真正能不能收到外婆 到后来 我参加了三天法会 我才知道因果的可怕 外婆 她是用火烧死的 你知道她这种业力是非常重的 她一定是下去的 抵御 这种 不知道她累世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业因 好 又回来 那个时候我不是骗苏经理说 我不去了 香港的朋友来 我要招待 这个就那天晚上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婆 我在睡梦当中 我在睡梦当中 突然有一个声音 小红红 小红红在叫我 这个名字只有我的外婆 只有我外婆这样叫我 没有人 没有人这样 连我的妈妈都是张红张红 因为她从小跟我 没有跟我 没有带大我 所以一点都不亲 小红红 小红红 我就被这个叫声惊醒了 我睁眼一看 你知道吗 我看到我的外婆 红光满面 穿的就像我们过年时候 穿的那个衣服 临摹绸缎 跟她去世的时候 烧的那个黑 完全两样 而且她笑到 就像化了妆一样 你看就像化了一妆 化了妆一样 粉粉粉粉粉红红的 哎呀 我就看到 外婆 外婆 我这样叫 我都看外婆 外婆说 是外婆 是外婆 她说 外婆 外婆说 小红红 因为你的亲口的功德 你做的功德 外婆都收到了 外婆在地狱里受苦了很多年 她的手铐脚料都摘掉了 她说 我的手铐脚料都摘掉了 她说 我现在在听经所里听经 带着一朵白电话 去听经所里听经 都是因为你的 你做给外婆的功德 我一下子 我一下子听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鼓励 她还告诉我 她说 如果 阳间 我们阳间 一个人求得到 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 都可以带着一朵白电话 去地府 去那个地道王菩萨那里听经 各位前仙 我们阳间有没有听经所 阳间的听经所是哪里 佛堂 对了 你不要看今天我们三天的 法会在座的这些文言 我们的祖先 今天一官到的苏圣 是吗 那是真实的 我们的祖先都在旁边 都在张我们的光 要我们的功德 我记得灵坛主 他有讲 他说 如果你今天的班员 很认真的听 你的祖先在那边 也可以听得很清楚 如果你在那一直打科学 一直打科学 你的祖先 耳朵汪汪汪啊 他听不清楚啊 他就会那个 拿不到这个功德 所以各位前仙 要打起精神来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好 那我的外婆告诉我 小红红 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去坐 你选的这条路 对了 你选的这条 赶快去坐 外婆还等着你的功德呢 因为我们在阳间 我们所做的以亲口 反正再做再做 自己高一高 他就会跟着我们提升 如果你不修道了 你这个受好 或者是不这样 他也会跟着我们下来 一样 所以他就一直告诉我 他说好好的修道 后来最后就跟我这样挥挥手 就这样走了 哎呀 当时我一下子 我一看那个手表 刚好四点钟 我们是五点半 凌晨五点半要到佛堂集合 二话不说 行李拿起包来 拿起行李 就赶快去佛堂集合 结果我们的苏典人士 看到我来了 他说你不是香港朋友来 不是不能来了 我就说香港朋友没来 我来了 后来我就把这段姻缘 讲给了这个 讲给了这个经理厅 就继续在道场了愿 所以你一定要肯定 道的苏胜 我们一人求道 九旋七祖 真的沾光 这是后学外婆的 还有时间吗 还有时间 那我赶快再讲 后来我就在道场上开始 这个又开始继续了愿 可是我初出进道场的时候 你知道我都做什么工作吗 他们都让我 你们进来的时候 没有人递毛巾 有啊 好 递了半年的毛巾 然后开始换 我以为开始换我 开始什么了 开始上来了 结果换我去洗洗手间 每一次法会都让我去洗洗手间 你知道吗 哎呀我心里一边洗 我心里就开始愿 看我像洗洗手间的吗 我应该是站在那边 你们让我来洗洗手间 我心里就开始 哇就气啊 你知道 一气一愿啊 怎么样 火烧功德临时 任何功德都没有了 我就开始心想 好啊 就认为说 点成师不给我机会 让我 难道我就是打扫洗手间的料 哎 结果起心动念了 不想来道场了 当我不想来道场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还想过我以前的生活 很自由自在的 哎 很轻松的 哎 这样的 在家里看电影 没有压力 好 这个时候 我得了一场病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 就不想来道场的情况 那这个病是什么病 怪病 怎么叫怪病呢 你去医院检查 他说你没病啊 你检查什么呢 他说你没病 可是 你就是不能睡 每天晚上不能睡 不能吃东西 当时我们的林志宏典传师 还有我们的谢坛主 都知道我这场病 我本来就不胖 就瘦 那个时候我瘦到 我想应该四十公斤吧 只有 就是说 不想吃 也不能睡 因为我从来不相信 有业力 我也不相信说 什么佛灯 虽然我安了佛堂啊 可是我还是猛叉叉 什么佛灯一点 什么就有先佛子 扣手 我以前拜乡 都是哎呀 就一个形式 哎呀拜完 反正我安了佛堂了 就是哎呀 就是这个形式了 不拜也不行了 反正就是拜 就是一个没有从内心 真心的去 礼尽先佛 完了 借由拜佛来改变自己 没有这种理念 结果呢 得了这场病呢 没有办法看 中医也看了 气功也看了 哎呀 西医 这个医生说 要帮你住一天 院去来讲 也都看了 没有用 可是那个时候 可是那个时候 我是有一种 人有一种感觉的会 你知道泰国的夏天啊 这么热 但是我晚上睡觉 我都觉得有一股阴气 阴凉凉的 你知道吧 哎呀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他们说人 真的有业力啊 哎呀 我这个怎么 不能好啊 我那个时候 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那那个时候 谢坦主和林志宏经理 到我们家 还给我求慈悲 求谢牧师 就4700百口的慈悲 就在那天晚上 我就想 我突然想起了 这个 这个典传师说 哎呀 安乐佛堂 我们去 去 去 跟先佛表白表白 我真的是用爬的 因为我家的佛堂 在厅里边 我用爬的 进到了佛堂 从我的卧室 爬到佛堂 我就开始跟 上天表白了 我说 哎呀 老师啊 我不再那么死硬了 我可能 我相信 可能人有业力 但是呢 哎呀 求求你救了我 然后身体好了 我一定一定 不再急 我一定会了愿 到佛堂了 我现在身体不好 你看我怎么能 到佛堂再去做呢 但是 自己还是要发愿 要度多少人 要财师多少 我真的 我那天 又发愿 又发愿 反正我也不管了 我能说 能不能做到 我的一心就是 身体赶快好 就好了 你要人啊 在被病痛 折磨的时候啊 钱啊 美啊 任何东西 对我们来讲 都不重要了 真的 人生啊 你要经历一次病的时候 后学就 回到这个 回到卧室的时候 那时候 看看表 睡不着觉吗 大概两点钟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 我就看到 一个黑影啊 从我们家的那个 我是主人房 我的这个 那个洗手间 是跟着那个主人房 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 我的佛堂在厅里面 是没有时间了 经历自备 到二十 赶快讲吧 赶快讲 到私生的印证 好 那我就从我 飘了 飘 飘了 进了一个黑影 我一看定阶 他就慢慢慢慢飘向我 你知道吗 那种真名 仇恨的那个 那个面孔就向着我这样走来 就要掐死我 要掐我的脖子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人呐有的时候 那个意识 那种到了生死关头 你才知道说 我突然想起了三宝 平时都不用三宝啊 我还好记得 我突然想起了三宝 我就开始用三宝 五四真经 我就跟他对 在跟他对的当下 他就像那个电影的 一个大定格那定住了 他就没有办法再向前 因为他一直往前要这样掐我 你知道吗 我看到 那个时候的一幕像电影一样 我知道 跟我演电影一样 我欠他什么 他跟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姻缘 欠人家什么 我很清楚 可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在那个我就跟他再开始斗了 因为五四真经 这个时候 所有 所有我原来不相信的 都让我生命中印证 佛灯 我们叫三宝 佛灯啊 一下亮起来 佛光就设向他 黄色佛光就设向我 设向我的 叫什么 善知识啊 我们不能叫夜里 善知识 就设向他 设向他的时候 他就走掉了 他走掉的时候 你知道吗 人家说 佛灯点着什么 我看不见 哪有宣伯 谁 你不要骗我 你们都是为了 就是为了让我们到佛堂来拜拜 来 来那个什么 看不到都不相信 这个时候 我看到师母老大人 师母 我没有师母的圣像吗 在那边 我从来没有见过仙佛 你知道吗 哎呀 师母 就是一模一样的 他穿着这个 那个 我们的那个礼仪 哎 长衫 完了吧 这样这样 从天上飘下来 我这一看到师母 还好平时还有 还有接近佛堂 还认识师母 你知道吗 我就赶快就扣手 我知道 那个时候 我知道是师母来救我 是师母来救我 我就哭了 我掉眼泪 我就看着师母 师母 对我说了三句话 对我说了三句话 他说张宏小徒 还叫我 业障 是真的 因为以前不相信嘛 功德 也是真的 因为还好有亲口 安佛堂 但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这么真诚的去修 他说功德也是真的 先佛也是真的 他知道我不相信 先佛有先佛 他先佛也是真的 好好行功了愿去 说完了 师母就走了 我就空隙了师母的时候 我一再起来看表 五点了 已经凌晨五点了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睡也睡不着起来 我们就开始拜早香嘛 我平时没有那么早拜早香 我就开始拜早香 拜完早香以后 我又开始讲 我说 哎呀 昨天是感谢师母老大人 救我 我一定要发愿 你不要看我们度人 还有尽心的去做的这些功德 只要你的愿意去回想 我说我一定得做到 结果拜完早香以后 觉得身体稍微好一点了 那天很奇怪 当天中午也没有看见 就能吃饭了 就能吃饭了 当天晚上也可以睡了 所以就这样 这一节就慢慢的这场就过去 这一场并折磨了我大概半个多月 将近快一个月 我没有办法 所以各位前嫌 功德 记住 功德是真的 所以因为明天 第三天我们林志宏经理 要写一个行功利得 所以各位前嫌 只有张弘有业障吗 各位前嫌 我们有没有 有 那 有 要怎么去做 行功 对 行功了愿 行功利得 只有功德才能救自己 你说要先佛 先佛凭什么救我们 还是要我们自己发愿力 为什么 因为老师只能当一个什么 就像一个 哎 法官 评判的 他告诉我们的业障说 哎 你先 他是我的徒儿 你就看在我的面上 先哈 先向他 给他时间做功德 了愿 功德来还给你 对不对 老师只能 先佛只能做这样的角色 先佛没有办法给我们被业力 自己的业力 还要自己去 去了 所以当当老师 我们谈判好了以后 如果你发烈 你不去做 怎么办 哎 还会再回来 还会再找 如果你去做了呢 怎么样 哎 我们就什么 大事化小 可以小事化无 好 运力 这后学个人的 呃 一个 这个 在道场的一个历练 因为时间的关系 哈 其实我生命中还有 后来业障还来呢 但是他变成了一个住员 他不是存在 他告诉我哈 呃 那个 我后来 太累了 我又不想进道场 又起心动念 他又来 他就说 他说 赶快把这段讲完哈 他就说 他他他这次是从厅里边进来啊 他没有在这 他就说啊 我告他笑嘻嘻的 他不像那样争鸣了 他这次笑嘻嘻的 他就是 我那时候想回北京了 我想说 展示修 我又当区中心 又要当总务 太累了 修道 我不想 我又起心动念 他来了 他说 我告诉你啊 你欠我的 我用钱跟你做比喻 他说 你欠我两千 你才还了一千 啊 吓得我 还有一千没还呢 我说好 他就走了 他后来当成一种是助力 为什么 因为后来以前 后来那个神通 我有一次又碰到他 他也看出我的 我有一个业力 他说他已经不怨你了 因为你在道场 因为你在你们的这个宗教里面 这么的真诚的心 他现在怨气已经放下了 他说他现在在帮助你 在旁边 这是那个后来那个神通 苏玛丽 他又讲了 又在印证 所以各位前嫌 行功利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赶快做结语 我们来大家一起念一遍 好吗 为什么按不好了 前边上一摊 好 来我们一起念啊 拜 起 一个人 灵力变了 德行就变了 德行变了 气场就变了 气场变了 火腿就变了 风水变了 运气就变了 运气变了 命运就变了 所以改变命运 真正靠的是自己的正能量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修的就是一颗心 心柔顺了 一切就美好了 心清静了 处境就美好了 心快乐了 人生就幸福了 祝你们平安 幸福快乐 谢谢大家 各位前嫌 请起立 谢谢张奖师 开示一只空 谢谢张奖师 开示